國小學生上學進入校園 幫忙噴酒精 消毒的老師不見了 就靠這一台樂高機器人 一靠近樂高機器人 噴出90%食物防疫酒精 做錯手完成消毒 高雄鄰園國小學生 用創意來防疫 設計原理是在機器人 裝設超音波感應器 利用程式設計 當超音波感受到物體靠近 就會啟動馬達 帶動機器前方橫桿 自動按壓噴出消毒酒精 樂高酒精機器人新奇又好玩 還能降低接觸感染風險 節省人力 甚至登上國際媒體 路透社標題寫著 台灣學生用樂高消毒液分配器 對抗病毒 由國小學生團隊自製設計 也到學校採訪拍攝 機器人組裝製作成專題報導 國際媒體報導消息傳回學校 學生們聽到超開心 有一點興奮也有一點緊張 我們希望之後可以再進一步 發展成可以利用 機器人也是用樂高來做車子 來為學生進一步消毒 林圓不是偏鄉 林圓國小要不斷的超前 然後透過學生的良好的表現 可以走出高雄 可以走向台灣走向世界 其實林圓國小多年前就開始投入 機器人DIY設計 這回因應新冠肺炎爆發 把機器人應用在生活防疫 新奇創意登上國際版面 令人驕傲 記者松沛城 王書宏 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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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